小鲜 那是还没有找到这个钢匙 开来再尝尝 哎呦 放开 灯关一下 把灯关一下 后面那里吧 赶紧 把灯关 走吧 走走走 插片 插片这个 这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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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灯关 关一下灯 要是呢 你还行吗 我要把这个钥匙换回去吗 换了换了 他们一进来就换了呗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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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永宥 吃饭了 喂 强哥 地下室好像 出了点问题 你要不出来看看 找到 你终于出现了 转化好Q弹 灵芝无负担 盲盒月月开好礼 带你现场看综艺 动感地带芒果卡 邀您观看女子推理社 大家好 这里是女子推理社 董法下班后 我是主持人马轩 欢迎董法老师 法治日报专家库成员 齐晓菱律师 大家好 我是齐晓菱 毕强律师 大家好 我是毕强 也欢迎学生张纳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我是张纳 再次欢迎三位的到来 那随着我们剧情的不断深入 推理团终于知道了 莫伊莱的真面目 揭开了庞大的黑产集团 以及人员架构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就是必走 那在档案室内呢 他们发现了 《莫伊莱计划2023》的研究书 这项报告显示 黑产集团将莫伊莱 嵌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通过商品销售 实现对用户信息的 实时监测 确听 完成私人数据采集 那像这种非法收集 用户隐私的行为 触犯了哪些法律呢 其实现在这种大数据 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 这种行为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行为了 我们刑法上呢 对这样的一种行为 有一个规制 叫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那从我们故事的一开始 就有一个重大的线索 一切罪恶都与莫伊莱有关 那这个莫伊莱呢 其实就是程拉拉的算法模型 和佐达市的核心技术结合而成的 但没有想到是被 小华且野心辞责的 这个防火墙盗取 最后呢被逼总是 恶意的去利用了 那对于本案呢 这个纳米机器人 这种科技成果在法律上 应该受到什么样的保护呢 齐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 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 都不得实施其专利 第十二条理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实施他人专利的 应当和专利权人 定立实施许可合同 支付专利使用费 那其实莫伊莱的诞生和他的用途 正向大白以后 真的十分令人唏嘘 近些年来 这些无论是大数据 云计算 还是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这些新型技术 可以说是发展得飞快了 那网络的这种安全的风险 也随之升级 信息安全成为了 和我们生活密不可分的 一个关键词 那三位有没有什么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有关于信息安全这方面 在咱们日常生活中 手机使用是比较频繁的 那么手机中 不小心安装一些 非官方的一些软件 那么第三方盗版软件 会植入一些第三方插件 一旦被运行 就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 如果它一旦掌握 二到三种之后 那么就是说 即使我们用户更换手机 换电话号码 依然没有任何作用 它依然可以锁定 我们用户实施精准的 跟踪 监控 是的 我也是感触很深 因为之前 我有接触过一些软件 就是你给它 开通一些权限之后 它就会收集 你所有的信息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收集不了的 只要你在网络上有这个痕迹 它就会被记录下来 会觉得十分的震惊 一方面震惊于 就是我们的技术 已经发展到了 可以潜移默化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我们所有的信息 都盗取到 然后另一方面呢 我自己会感觉很恐慌 当非法的一些犯罪分子 收集到我的信息之后 我就会成为 他们可以被推测 和还原的个体 我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 而是这些碎片的 一个信息的承载者 他们可以通过我上网的痕迹来推测 比如说我在哪里读书 我的喜好是什么 我读消费水平 以及我的日常生活状态等等 就像是一个活在了24小时的 监控摄像头之下 信息安全在现在是十分重要 我们需要去重视 包括法律方面 需要建立起相关的法律法规 那同时我们个人也要注意到 比如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的手段 去规避掉这些 比如说给它开通最少的权限 其实刚才张大提到一点很关键 就是说首先第一步 要设置这个手机权限 把一些非必要的一些权限 给它关闭 关掉 对 尤其是通讯录 短信 电话 位置信息等 这些非常高敏感信息 一定要做好防护 尽可能的不要开通 第二点 我觉得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复杂的密码 而且不同的软件 要设置不同的密码 因为现在黑客 还有一个叫撞库 同一个密码的话 它一旦撞库知道你一个密码之后 它就会知道你其他软件的 所有的都给你破解掉 对 它会撞库 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设不同的密码 这样的话提供软件的安全性 第三 要保护个人信息 比如说不能晒火车票 飞机票 登机牌 护照 身份证 家庭的钥匙 家庭的门牌号 尽可能的就是说 把个人信息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 最大限度 降低个人信息的泄露风险和隐患 最后不要点开不明链接 因为这些链接很可能背后是一个木码 它会盗用你的个人信息 我觉得做好以上四点 这个信息就会得到一个比较相对好的安全防护 其实会随到一个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的问题 对公民信息 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打击 可能需要方方面面的大家去配合着去做这样的一项工作 同时在形式上 要为大数据的发展和信息化的建设 提供一种形式司法方面的一个保护 因为形式本身是一种最严厉的这种打击 违法犯罪行为的一个手段 那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互联网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的同时 用户的这个隐私安全也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的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显得尤为的重要了 那这个不仅仅是一种安全感 也是关系到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 牵动着亿万家庭的幸福 那今天的懂法下班后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